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在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夜晚 焚烧这种草驱赶文营是常见的景致 这种草神奇而又普遍它就是爱 中国古代医学书籍提到爱久这种治疗方法 药之不及,真之不到,必须久之 是说很多真药无欲的病症,爱久能够治愈 保命之法,卓爱第一,是说爱能续命,爱能补身 爱久是中国古代医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特点是不用服药,无毒副作用 是一种绿色原生态疗法 爱久是用爱液制成的爱久材料产生的爱热 刺激体表穴位或特定部位 通过激发精气的活动去调整人体已经紊乱的生理生化功能 从而达到治病防病的目的 爱久成为常规常法而载株典籍 经历了漫长的试验,研究,发扬,沿用至今 爱之火是纯阳之火 故而中国古人把太阳称为天之阳 把爱称为地之阳 阳气是生命的根本 内经云,阳气者若天与日 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张 如果我们把阳气算作一百 那么人从生到死就是阳气从一百到零的过程 故而养生贵在保养阳气,强壮阳气 爱热之热,非其他发热的物质所能比拟 爱在燃烧时产生的特殊的短红外线 渗透力是普通长红外线的三到四倍 能够激活细胞免疫激活素 提高人体免疫力 爱酒 同时具有自动找病位和通经脉的功能 爱火连续的燃烧传递 可使爱火的纯阳温热之气 由身体的皮肤表层透达体内 通达病位,大通阻塞 自动调节身体内部阴阳的升降 从而达到壮阳,养生,治病的功用 中医研究机构用其他药材和其他各种物质 各种物理化学方法设计等等 与爱做对比研究 结果,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完全替代爱 中文的爱字 意,本意为治理,恢复如初的意思 古代又称年轻美丽的少女为少爱 正是爱的医疗之用的理想外言 爱酒为什么能治病 奇邪何来,疾病何来 人体本是阴阳对立的统一整体 中医的肥 疾病的发生都是由于阴阳失调 疾病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 必然有某种病离产物的机制 这种机制的病离产物 如果能及时找到出路 病逝则必然受到顿挫而走向痊愈 中医工作者了解到 所有人身上都有一种经络现象 就像在一台运转的发电机身上 在金属导线上有电压和电流 十二经络与三百六十五学 是人体脏腑各官能 官与官之间互相传递信息的 易战和通路 健康的生理状态 内脏器官通过经络体系 与身体表面的穴位气孔 息息相通 在病理状态下 穴位气孔又是宣泄病理产物的天然渠道和缺口 爱酒和真酒一样 都是在人体内部的信息通路上 选择相应的部位 以特定的因子 人工激发感传作用 使良性循环得以恢复和巩固 恶性循环得以折断和组织 从而达到防病与致病的效果 真酒和爱酒 都有扶正驱邪的双重作用 只不过从补泄意义上讲 爱酒的作用是补多泄少 真酒的作用是泄多补少 真酒补通经脉 不能补原阳 爱酒法是先补而后泄 在提高重气的情况下 让邪气自处 羽翼齐邪 以形盈味 有余可泄 不足可补 是爱酒疗法 对这些中医基本原则的 灵活运用 古人强调养生 使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以从其根 至少在日常习惯上 硬是温补 五是寒凉 我们现代人 却往往反其道而行之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 已太难依照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从小生活在空调 冰箱 冷饮 无处不在的环境 加上不恰当的 大量使用含量药物 激素 碳食生物食物 经常身体保温不当 熬夜等等 人体健康 所依赖的阳气 容易被加速损耗 可以加如糖中的生命之火 变得越来越为 现代人所需要 爱酒 能治哪些病 爱酒 适应范围广泛 既是以体弱病久的慢性病人 也是于体壮病心的急性患者 对热性病患者 也可以久之 元气虚弱的人 一般未功能吸收差 服药治疗 很难完全消化吸收药物 很多药物 还必须耗用元气 才能发挥作用 长期服药 而不及时恢复和补充元气 又必然更遵伤元气 爱酒法 可以不经过肠胃 而直接将热力作用于经脉 培补能量 提高正气 通调经脉 趋病除血 想肾虚 失眠 趋胖 贫血 各种慢性妇科病 慢性肾病 类风湿 脊柱炎等等 对于西医来说的不治之症 通过重九关元等学位 都可以治愈 九关元 是以后天补先天为道理 人体阴阳的升降 是有固定规律的 令元气逐渐充足 阴阴阳 阴阳就必定按照规律运行 该升的升 该降的降 不必人为再去调整 人体内自有大药 脏腑之气汇聚于胸腹部的数学 称为木穴 六脏六腑 共有木穴十二个 爱九木穴可以治疗本脏腑的病症 想用一股强气流去疏通经脉 同时 总砸开砸放水去冲刷病灶 效果非常好 日常生活中 我们感冒的时候 可以取酒大锥穴 效果非常快 把大锥穴 酒到皮肤发红 发潮为佳 每次操作 做到微微出汗 效果最好 预防经常性感冒 爱酒也很有效果 可以用温和酒的方式 爱酒中晚 官员 足三里 现代人 胃肠不适的挺多 一般性肠胃问题 可爱酒足三里 神雀 官员 不论胃热胃寒 都可以酒中晚 一般人 无法记住太多的穴位 但只要记住 人体四大养生药学 长期温酒汁 就能达到 强身健体 增强免疫力 延缓衰老的作用 这四大养生药学是 官员学 中晚学 足三里学 宁门学 不知道穴位怎么办 哪里不舒服 酒哪里 用爱酒 直接作用于不舒服的换步 古人称为 阿世学 或天鹰学 也可以在患处附近 或离患者不远处取学 我们称之为 就近取学 爱酒养生 有什么讲究 人体随时在消耗 虽说我们随时可酒 爱酒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 值得大家注意 爱酒后都需要注意什么 爱酒后一小时之内 最好不要用冷水洗手 洗澡 爱酒后要比平时 多喝一些温开水 以协助排毒 但绝不能喝冷水 冰水 那是不是所有的人 都适合爱酒 孕妇极度疲劳 过鸡过饱 酒醉 大汗淋漓 以及极度衰竭 无自治能力者 不是一座爱酒 一些特殊部位 以及大胸管处 心脏部位也不要酒 眼球啊 是一眼面部也不要酒 为什么有些人爱酒后 会出现疾病加重的反应 比如很多人爱酒后 会出现口干舌道 这是正邪交战的正常现象 那些病邪在体内寄居很久 这时候免不了会有各种反应 逐步爱酒 体内慢慢累积了足够多的正气 病邪就会逐渐地出离体外了 有时候 我们爱酒中晚 会有肝躯不适 或会有胃宛部不适 这有可能因为肝有隐患 或未晚不有疾病 爱酒会主动帮助我们去调整 爱酒观源学 也许会反映出妇科方面的隐患 前列腺方面的问题 或生殖系统的一些疾患 爱酒的通窜功能 就是在告诉我们 身体有一个自我调整的功能 只要你调动得好 相关部分就会齐心协力 一起工作 每个人有不同的经络敏感度 所以酒感的个体差异非常大 青壮年人的酒感 往往叫老年人强和快 女性的感传也容易比男性高 《本草纲目》记载 凡用爱业趋用陈酒者 致令细软为之赎爱 若深爱酒火则亦伤人鸡脉 所以施爱趋用陈年爱 这是历代一家反复强调的 如何分辨爱条和爱绒的优劣 保证疗效呢 主要从绒色味烟四个方面入手 我们到市场上挑选爱条爱绒 可以看到 心爱的颜色发青暗 点着以后火力强烈 燃烧时烟气发青发黑 比较呛人 好的尘爱和颜色土黄或金黄 烟的颜色是淡白不浓烈 燃烧后烟雾由下而上缭绕 气味温和又爱香 不刺敌渗透力强 酒制效果比较好 现代的温和酒疗法 由于对爱酒养生的重视 现代条件下已经开发出许多爱酒器械 使用爱液加工而成的爱条和各种温酒器具 因为一般都不会破损皮肤 安全稳妥被称之为温和酒 常用的大致有两种用法 一手持移动法 手持爱条对准穴位或患痛处 移动熏烤 用上下移动或左右移动之诸多手法 病人可长期自酒 二工具支持法 目前已有各种各样的现代温酒器 有手持的 有绑腹式的 目的均是为了缓解直击酒的烧灼痛 与手持法的疲劳 哪怕隔着衣服酒疗 也能使得渗透力源源不断发生作用 保命之法 灼爱第一 古法爱酒 不仅仅在我国身受重视 而且被多个国家追捧应用 在二十世纪 二三十年代 传染病肆虐日本 一位名叫袁智勉太郎的人 在全国发起了一场 国民三里酒运动 大大提高国民免疫力 在韩国 电视剧《大长津》 有一个关于爱酒的片段 长津的养父 严重晕船 陷入昏迷 长津考虑再三 选用了爱酒为去治疗 养父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可见那时 爱酒疗法已经相当普遍 且以一种简单安全的方式 造福人民 不仅如此 十七世纪左右 爱酒疗法传到了欧洲 德国人甘福 在其著作《海外真文录》中 明确主张用爱荣诗酒 且附著了一幅图 标明了诗酒的学位和试运症等 将爱酒运用较为出色的 是拿破仑军中的外科主任 拉兰 自此 神奇的爱酒在欧洲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推广 但愿每一个现代人 都能从我们祖先的医学智慧里汲取营养 通过实践爱酒这种古法 让自己家人和朋友都真阳充足 脏腑功能强健 最大减少疾病 愿每一个人都能尽享自然寿命 能够更健康 更好地体验生命的真意 广灵立即全身的事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